还记得人民的名义中 汉东省公安厅厅长齐同伟吗 作为堂堂公安厅厅长 其座驾也是非同一般 而在电视剧的人民的名义中 就选择了用丰田普拉多 作为公安厅厅长的座驾 实际上普拉多在外观方面 并没有太多的时尚元素融入其中 他更注重的是其实用性 硬朗的线条 板正的车身以及规矩的设计 正如他的车名丰田霸道一样 给人以霸道的感觉 而在内饰方面却体现出商务风格 采用木纹装饰板 以及银色仿金属材料装饰 线条感比较明显 除此之外 丰田在质感上做出了较大改进 比如真皮座椅 以及方向盘的真皮套件 并且配备了座椅加热功能 这些都是给驾驶者 以良好的乘车体验 还有良好的减震系统 让其舒适性大幅提升 动力方面有两款发动机可供选择 分别是2.7升和3.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两款发动机匹配的传动装置也不相同 3.5升发动机匹配的是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而2.7升版本还增加了5档手动变速箱的选择 但由于普拉多本身车体重量较重 所以2.7升的发动机还是稍显单薄 不得不说普拉多的越野能力比较突出 想想公安机关人员 可能要经常出动去执行任务 必然少不了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 强大的越野能力是公安机关争分夺秒的一个重要保证 再加上普拉多冷峻的外观 更加符合了公安机关人员铁面无私的形象 由此可见人民的名义中使用普拉多 作为公安厅厅长的作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本期关人员使用普拉多短的作用 本期关人员评论